Ayo 聊四季 天鹽如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看伊索比亞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軍法二的比賽 好 雖然軍法二比賽已經結束了 但還是有一些精彩比賽 還是會拿來播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的選擇文明是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擁有弓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他的小弓是射得最快的 所以我也很喜歡叫他的小弓 叫做極速小弓 把這個射速非常快 他的升級方面 是每升個時代都會獲得100跟100黃金 這個效果大家可能覺得沒什麼 但是他這樣子黑暗時代升封建時代 獲得多的那100金 前期小弓出的壓力就會特別小 可以讓自己的小弓成型得更快一點 甚至還可以搞出一些鬼配之類 伊索比亞人的後期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文明 他後期可以出大落馬 但是他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所以他的大落馬只有75滴血 而且也是偏薄的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的時候 伊索比亞也是可以出大落馬去做對應的 那他的大後期也可以出火炮或是投石車 去讓自己的扭力彈射器 增加這個弱彈的範圍 讓這個弱彈範圍變得更廣 可以直接打倒一整坨的弓兵 或是火槍 甚至步兵單位都可以 那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這個效果是連他的火炮都可以吃得到的 所以他火炮就可以很遠的距離 當成投石車來用 這一點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有在實戰中用過的人 應該都可以有這個感覺 伊索比亞的金冠非常的可怕 那他的駱駝呢 可以點一下這個銀冠技術 皇族血脈 可以對騎士減3D的傷害 所以他的駱駝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點下這個科技之後呢 稍微可以坦住這個騎士的傷害 會變成從55開變成64開的感覺 所以這個伊索比亞看情況出駱駝也是OK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馬雅人 馬雅人的一個特色呢 是他的資源永續 是增加15% 那他經濟到後期會更好一點 前期的話可能不太有感 因為他前期的資源有限 是吃這個犀牛啊 或是鴕鳥會吃得更慢一點 可以 意思就是說 可以吃得更久一些 肉量可以獲得更多一些 但是到了中後期 最有感的還是這個金框 可以挖得更久一點 讓自己的經濟會好上一些些 所以馬雅人的後期黃金國呢 這個蠻血 一百血的老鷹 是非常難產的 只要大量經濟 支撐這個老鷹 持續產出 是一個相當大的威脅 那馬雅人本身呢 工兵也有這個 工兵單位的消耗減免 他可以算是 弓箭版的哥德 那馬雅人這個能力 讓他可以爆出更多的工兵單位 這個戰毛兵啊 強弩啊 或是羽毛劍射手 都比較容易量產出來 那羽毛劍射手 在經過這幾年的改版 他的價格是越來越貴 所以他的城堡打麻羽毛劍射手 這個強度已經被削弱很多了 現在要單純指出羽毛劍射手 就碾壓敵人的打法 已經消失在天梯裡了 當然虐菜來說還是可以啦 但遇到比較會玩的玩家 還是會打得有點辛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我們先看到 HERA這邊是馬雅人 下方的金礦 還有右邊的這個果子 上方有石頭 附近的部分 則是有一塊在前方 這個就有點尷尬了 那後方的部分 沒有任何的資源 這有點麻煩 那他的金礦 應該是還有一塊也是在前面 哇靠兩個都在這裡 對 兩個都在前方的情況下 對於HERA來說是一大的 致命性的問題 這個附近的位置 在遊戲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牧區也是 那目前看到牧區的部分還好 裡面還有一坨木頭 所以他在開後面是很OK的 在裡面還有一坨 所以還行 那不管怎麼圍 這邊圍都是要圍一個正面的 圍正面的話會稍微減緩正面的壓力 那右邊這邊也可以稍微維持一下 上面可能就會先門戶大開 待會用一些兵去防守 應該還行 那接下來看一下塔套正面地圖 塔套這邊地圖 是黃金在下方 左邊 還有一個在右邊 這邊地圖就比HERA這邊好上很多了 這個附近的位置 待會這裡還開一個城鎮中心 去挖黃金還有木頭 石頭在後方也OK 對運塔公公也OK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整體來說 塔套地圖比HERA上好上太多了 雖然果汁在前面稍微難受了一點 至少後期來說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伊索比亞這邊升上去獲得100斤的效果 立刻可以產出弓兵 一般的弓兵國民可能沒有辦法這時間按出第二次的弓兵 但是伊索比亞卻可以啊 這點就非常的神奇 八分鐘 極速小弓流 那這個配置是比較常打這個TG的時候用 單挑來說用的話效果有點普普通通 不會到非常強 那TG來說的話你會再找極速小弓出現 然後弓兵有弓速優勢 讓對方讓你跟對方有這個弓兵數量差距 就很容易打贏這個阿拉伯團戰的外加勝利 那伊索比亞人來說他的經濟加成並不是非常明顯 所以到了中後期可能拖到越後期會比其他弓兵國來說更窮一點 這是伊索比亞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弱點 那這邊已經點下了一級射 看一下Hera這邊是要打什麼 這邊去打弓兵 兩邊都是弓兵開局 那瑪雅對伊索比亞這個也是在團戰的TG阿拉伯 很強看到的一個組合 兩邊弓兵國對打 基本上自場比賽先拿來參考 就是初期的弓兵是怎麼會對打的 但不管怎麼說 瑪雅人這邊還是有弓兵折扣的優勢 塔套這邊則是有弓兵的攻速加成 所以只要塔套這邊前面的弓兵數量不要落後於瑪雅這邊太多 基本上都是可以有壓制性的一個數量 去反制對手 攻擊速度 這邊要拉開嗎 那弓兵在對打的一個重點 就是誰先往前就會越危險 但如果你有數量上壓制就往前 你看明明數量壓制往前還是會被反擊 這就是弓兵對射的一個細節 你有數量壓制的時候再往前會比較好 這邊果然被射歪 好 塔套這邊抓到這個時間 他明顯判斷自己的弓兵比對方多一隻 最後是全部收掉了HERA的弓兵單位 然後自己的弓兵來到6隻 這邊是單射箭場速生城堡時代的一個配置 補到了8金配置 8金配置的話可以出到兩個射箭場 補斷弓兵的一個策略 如果要再多一點的話就是13金 配到13金配三個射箭場 然後馬上補一個大雪 去點這個單道雪 還有後面的二級射 更是重要一點 公兵對打其實在我們頻道上比較少見一點 但這次軍閥2的比賽有出現公兵對酒 就勢必要來播報一下 職業賽事中的公兵對酒是長什麼樣子 這也是蠻罕見的一場 這邊看到HERA是拉了一些村民往後 去防守一下對方的公兵騷 這邊公兵過來可以急急拯救 7對7 兩邊都是7隻 但後方有一些高地喔 但下方也有高地 塔塔這邊看到高地應該很開心 這個高地可以拯救我 如果HERA看到高地的話 可能就不會直接硬上了 基本上你走上高地 你的公兵數量可能就會輸給對手 上高地血量半殘 直接被射掉一隻 數量壓制 現在是7打7 這兩邊6打7 公兵攻堅會射 但是被打退了 會怕 這個是我也會怕 這個看起來就不太好打 像剛剛那個時候 HERA這邊選擇撤退了 我覺得是蠻OK的 這邊公兵往前補 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那HERA這邊是先升級的奴兵 這邊先拉走 也是預防對方奴兵變身 突然吃掉這一坨公兵了 那HERA這邊是剛剛 有點慢慢慢了一點 升這個城堡時代 這邊升級上面慢了一些 好像會被打進來 1秒升級好 2級射再3秒 OK全部UP上去 現在兩邊公兵數量 是差了5隻 那目前彈道拳擊補下 伊索比亞是打一個雙射箭場 補大雪的一個策略方式 所以黃金只會補到8個 那如果你是3射箭場的話 會建議補到13個 這邊對射一下 後方這邊 先稍微走A 再走A 分兩隊操作 這樣就不會傷害易傷了 這個是超級高蹲才會看到的 弓箭技巧 一般人很難學得起來 連我也學不太學這個招式 最近有在練 但發現真的是太難練了 HERA真的是 細節也是拉滿的一位職業玩家 這邊抖動一下 躲掉塔塔的箭矢 OK 彈道這邊沒有躲掉 彈弓箭的射速優勢 多射幾發 想要努力換 雖然有射到 但是數量太少 換不掉太多的弓兵 再換一隻就差不多 OK 最後塔塔剩下5隻 基本上也是7換7 全部換掉 彈一坨弓兵過來射掉兩村 塔塔這邊賺到兩村的優勢 非常的香啊 下了二期的弓兵鎧 現在有彈道學的伊索比亞 村民只要被看到 基本上就是被秒殺 像這樣子 因為彈道學是射得非常準 但這邊有稍微抖動一下 有沒有看到 HERA有一個細節操作 被射的時候稍微往右偏了一下 偏了一下這個箭矢的彈道 這個是比較細節上面的操作 一般人是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他剛剛是有稍微抖動一下 好 那這邊木牆 有機會打破衝進來打個一波 兩邊的箭矢數量應該是差不多的 9對11 差兩隻弓兵而已 但伊索比亞這邊有射速的加成 現在變成8對9 而且現在是高打第一 塔塔這邊有彈道學 這邊對射 看起來好像是HERA這邊更勝一籌 這邊躲掉箭矢數量更多一些 看這個兩邊的箭矢抖動 真的是很細節 這時候HERA也有彈道學了 怪你射那麼準 剛剛想說奇怪 沒有彈道學怎麼射那麼準 雖然剛剛已經補下了 OK 這邊再對射一下 搞定 這一波又是HERA的全部收掉 但下方有一個碰撞 這邊再躲掉一些箭矢 這個抖動 手速好快 這就是年輕的BUTAY 細節打好打滿 這就是年輕選手的優勢 手速夠快 像我們這種比較上年紀的玩家 都只能靠這些策略 或觀念去壓制年輕玩家 真的是覺得這種電競遊戲 雖然世紀力國已經沒那麼吃手術了 但年輕玩家還是有一些優勢在 好 補下了一些射箭場 第三個射箭場補出來 黃金待會再補一些 瑪雅這個文明的話 補到10個人或11個人 就差不多 不用補到13 就可以讓3射箭場 穩定出這個弓兵 但這樣的打法 其實是有點 歐硬式的打法 就是可能沒有要開TC了 就是單射箭場 然後待會往前壓 然後再趁機開TC的策略 OK 他果然趁機開TC了 第三個射箭場 露給對手看 這其實有點小心機 我跟你講我補3TC了 我要搶軍師了 結果我自己轉了 這個是一個心理戰 比較常看到的一個策略 OK 這邊工兵對射 伊索比亞拿到了一些勝利 前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繼續給壓力 塔塔如果看到對方前壓射箭場 然後又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他應該也會意識到 對方可能是要打一個非常強力的前壓 工兵投車策略 但自己還是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避免被對方給騙到了 還好塔塔這邊沒有上當 也沒有全力防守 而是還在誓死的 用一坨工兵去給HERA這邊壓力 HERA這邊拉了一坨工兵 想要來攔截死3對9隻 說這個工兵差距為4隻工兵而已 其實差距不多 那以射速優勢來說的話 高打地的話 還是有機會用9隻喔 換掉13隻的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塔塔怎麼換的 這邊稍微走動一下 第四天被擊殺掉了1隻 工兵差距來到了越來越多 快到1倍了 那應該是沒辦法 第四交戰 就被收掉這麼多工兵喔 很難反擊回去了 欸 不是吧 差點打數是不是 3打7 再換1隻差不多 OK 最後剩6隻 還是驚險收掉 上方工兵再繼續過來 兩邊都沒有要轉兵 反正是轉出了頭石車 這邊是用弓箭去秀頭石車 開始用閃兵陣 開始慢慢點射 只要能換到一台頭車都是賺 OK 工兵被射掉了1隻 火車互丟 殘血 再丟牌一下 閃掉頭子傷害 沒有預判成功 左邊頭子車活了下來 上面高打低 頭掉後方 這裡還差一下 射掉 沒有問題 最後還是收掉了最後兩台頭石車 那現在交換起來啦 目前是塔套這邊 是稍微 有點有優勢的喔 聰明上已經領先了非常多 13村 現在3TC已經開農起來了 很明顯 HERA這邊的一個 誘敵戰術 並沒有很成功 現在是雙TC開農而已 第三TC 比較慢補一下 這裡補了一個奴炮 在高地防守 而且還補了一個哨戰 這個也是高手們會做的一件事情 家裡門口前面有高地 補一個哨戰 讓工兵在上面站崗 還是一個不錯的 那如果對方是工兵果的話 對方是騎兵果的話 可能就不能這樣做 對方騎兵過來 你的奴炮跟弓箭手 也是第一時間被收掉 如果對上工兵果的時候 這個哨戰會更好用一點 這邊在抖動 想要再秀 兩隻工兵還秀 是我就不想秀了 HERA這邊 一直想要秀 好秀滿 優先時間來到了28分鐘 兩邊村民宿 差距約為12村 村民差距還是有感起來 這裡應該是沒動 這裡看起來有動 但其實沒有 坐著車拍個一下 沒拍到 再打個一發 嗚~~ 太早收回來了 HERA手速太快了 太早把這個陣型 再重新調回來 導致自己被打到這些工兵 上高地 上高地 繼續走 這是不是控錯了 上方工兵衝掉 主砲回頭反擊 投資車 繼續追 最後還收掉了一隻工兵 伊索比亞這時候補下拇指環 兩邊弓箭大戰打得非常精彩 就是一個秀好秀滿 各種多線追逐 但是家裡的精細也是慢慢補了起來 那HERA這邊補到了12黃金 這就是瑪雅的工兵 省錢 小妙招 補到13個 才會補了一些數量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補到了20個黃金 這20黃金其實補的算蠻多的 現在是3個射箭場 看一下 3射箭場 然後還要應付出投資車的黃金的關係 所以才補了這麼多 這邊看一下交換 投資車 要先拍投資車才對 對 沒錯 先拍投資車 工兵先不要理 nice 這邊兩邊互換一換一頭車 第二怕有機會嗎 高打低差一點換掉 還好打了一個插邊球 在這邊殘血回頭擊殺 但是沒有打到正面的投資車 殘血的能夠收掉嗎 剩下4隻工兵 想要點發掉 沒問題有骨子環 攻擊速度過快 這波交換起來 看起來HERA是拿到一點優勢 但這邊拿上高地 其實也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給對手壓力了 但插城堡的話 就壓力夠大了 但上方一坨工兵殺掉幾隻村民 下方也是拉一坨工兵 又打一個雙線工兵殺到的 好 HERA這邊意識到自己的防守 開始出現漏洞 有點沒有辦法用工兵 繼續跟對方秀了 對方的工兵實在太多 自己趕快轉一下戰毛兵 在家裡防守 然後全部的奴兵往前面送 將投資車給對方壓力 那這邊石頭應該是不會斷了 繼續挖石頭 直接打一個連環寶 深插進去 好 戰毛兵先趕快量產出來 這個木槍隨時都會被打錯的 下方這邊也補了一根城堡 從下面偷偷繞了過來 你壓我門口 那我就壓你門面 卡套的對應方式很好 這個也是在天梯中很常看到 對方壓你寶的時候 你該怎麼反思 卡套來給我們這個最好示範 他對你做什麼 你就對他做什麼 反正四季立國 就這樣子記得就對了 這樣做通常不會太差 是不是會給對方一些 防守失誤跟漏洞出現 好 投資車砸了一下 差一點拿掉 太可惜了 投資車砸了一發 又打個插邊球 只打到了一隻工兵 上面的高打地傷害非常高 點掉 沒問題 收掉了 好 投資車在拆除前方建築物 正面的射箭場 開始出兵點有點被壓制住 但是好消息是兩邊都點下帝王時代 好 那黑拉這邊防守的對應也是OK的 直接在正面補了一根城堡 好 卡區後面挖石頭 上發就是礦虛 這個頂尖工兵對決 真的是屬實少見 今天天氣上玩工兵的人真的太少了 但可以在這種頂尖賽事中 看到工兵對決 有種莫名的感動 畢竟都是常看到工兵對旗幟 不然就對步兵 很少看到這種工兵特化文明 兩邊都是工兵 打 打一下 沒有打到 打個一發 躲掉 哇 這個鬼躲 這都被你看到後面的投資車 細節細節 他的目標並不是在這三隻工兵上 他的目標是在後面 當我們大家在看著中間這三隻工兵死 這時候塔塔已經看到後面了 雖然最後還是被黑拉給打掉了 但至少可以看到人家的眼光 並不是這麼的只看前面 是看到很後面的東西 好 剩到地獄四代 馬上補下了巨型投資機 還有強盧化學三級射 該補的都補了 後面補下了一些軍營 瑪雅這邊可能是要來轉老鷹 點下了護衛技術跟步兵鎧獎 待會可以直接升老鷹國 瑪雅的老鷹單位 這個精銳老鷹是4加4 遠防8點 一般的工兵的話 是只有10點傷害 強盧 伊索比亞這邊有強盧 再加上自己的天生18%的攻速加成 還有拇指環 等下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一直走A 還是可以順利甩掉非常多的老鷹 瑪雅這邊要成型的話也需要一段時間 或許也可以考慮轉一些銀罐技術 這個紫毛器 不是紫毛器 反正他的銀罐就是 紫毛器好像是阿茲特克的 他的銀罐技術可以讓瑪雅的戰毛兵 變成多一發的毛兵傷害 雖然第二發的毛兵只有一滴血傷害 但數量一多打起來還是很痛 但是連這個衝撤也可以解得很快 後方的巨頭 應該是可以解到城堡 直接用上正面的城堡補下黃金國的升級 正面的戰毛兵被防守 但是沒有工兵鎧甲也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有點擋不住牆爐 但是他的目標是後面投石車的一拍 沒有拍到 拍到了幾下 但是牆爐射速實在太快 瞬間解掉兩台投石車 卡到這一波的雙分牆爐 好強啊 這邊直接殺了進來 壓到了妖魔塔下方 繼續給壓力 藍甲技術補下黃金國 還有4秒 OK 槍爐開始往右走 槍爐從這個牧區開始燒好村民 好直接第一牧牆 Hera把大量的老鷹往前噴 但是現在是英勇士喔 還不是精銳老鷹 精銳英勇士還沒升級好 老鷹一上高地就已經半血 稍微拉扯一下 但是有三級板甲 還有老鷹國的關係 血量還是夠的 但是沒有升攻擊力 打牆爐3有點少 當然這一坨直接不碰了 原地開射 OK 射掉了一些老鷹的數量 最後應該還是牆爐會贏喔 最近差一防 而且攻擊力也沒有 伊索貝亞這面是3防都點好了 最近在防衛加3 老鷹現在打一下是非常少的 7 7加0 傷害有點慘 打一下只有4滴血 打這個牆爐 好 這面的巨型頭司機也在開餐 而且火炮已經量產出來了 精銳老鷹正在升級當中 之後黑拉意識到 這裡牆爐不用精銳的話 是完全打不贏的 OK 衝物解掉 變成4加4 攻擊力再加2 生成精銳之後 精銳英勇士傷害就會比較好一點 暴力也是 待會打這些牆爐 壓力不會這麼大 好 這一坨村民想要去偷挖野礦 但是好像被抓包 直接被強奴追著打 後面的老鷹來救 這邊來救應該是可以解的掉 看他下方這裡 好 下方這邊 彎道龍師直接爆 砍一波 讓黑拉直接打出了技術 哇靠 這一波來得太突然了 彎道龍師一出場之後 老鷹就扛不住彎道龍師的傷害了 所以一手B打老鷹果很簡單 一般就打工兵 遇到對方轉步兵 或是轉老鷹的情況下 直接轉彎道龍師 正面硬卡 也是打得很厲害的 彎道龍師也可以吃到皇珠血脈效果 打奇兵果 也可以減3D的能力 雖然沒有到很明顯的防禦效果 當然不如小補 那我覺得塔塔這一場 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 工兵的各種細節操作 還有分兵 打得確實有這個 他的身價出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一手B拿到4300左右的經濟 贏了3000左右 那黃金部分只贏了1000多 兩邊都沒有減生物 兩邊打工兵太忙了 沒有時間去減這個生物 好 稍微可惜了一點 KD方面 瑪雅這邊是0.7對1.43 這個拇指環 早一點點 這個是影響蠻大的 後面這些 當然也是有些數量上壓制的關係 塔塔這邊的細節操作 我個人還是蠻喜歡的 赫拉這邊是稍微可惜了一點 選擇了老英國去跟一手B拿打 是稍微對他劣勢了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 aesthetic reacted 等我下 Buck 繼續 2 底 大